大家好,这里是甜甜美食厨房 上午在潮市买了二斤花生米 和大家分享一种我奶奶教我的老做法 五香花生米 做法简单,营养又美味 很多人都没有吃过哦 先把花生米挑一下 把一些有虫眼,坏掉,发霉变质的挑出来 不然会影响口感 往里面再加入一勺食盐 然后加入清水 把花生米清洗一下 洗去它表面的灰尘和脏东西 像做五香花生米的时候 最好用这种白皮花生米 白皮的适合水煮 而红皮的花生米呢,则适合油炸 清洗干净后控干水分 然后重新加入清水 再把花生米清洗一遍,洗干净 然后控干水分备用 接下来锅中倒入冷水 把花生米冷水下锅 香料有八角 柜皮,香叶和花椒 盐可以多放一些 吃起来会更入味 搅拌均匀 开锅后用中火煮五分钟 这样花生米煮出来的口感 清脆爽口 甘甜又好吃 喜欢软的朋友呢 可以煮10-15分钟 口感软绵 细腻 很适合家里的老人 和孩子吃 接下来的时间 用擦撕器上的螺纹刀 把胡萝卜切成厚片 然后再从中间给它切一下 切成小块 这样切出来的胡萝卜美观 漂亮 而且更容易入味 切成这样的条形花纹就可以 像胡萝卜当中 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 对我们身体好处特别多 喜欢吃的朋友可以多切一些 准备西芹一到两根 也这样给它切成和花生米大小的小段 好了 现在的胡萝卜和芹菜都已经切好了 非常的漂亮 把它们先装盘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核桃仁 去皮的话 大家可以用开水泡20分钟后 再用牙签一个一个的 像我这样包出来 口感甘甜 可口 不苦不色 就是有些浪费时间 锅里面的花生米也煮好了 倒进大碗里面 给它泡上 不着急吃的朋友 可以晾凉后 放冰箱冷藏一夜 能使花生米的口感更丰富 吃起来呢 也更入味 下面在锅中多倒些食用油 炸个花椒油 把花椒油冷油下锅 全程保持小火慢慢的炸 把花椒用小火炸两分钟左右 炸出花椒的香味和麻味 切记不要大火炸 那样容易把花椒炸糊 糊了就会发苦 炸好的花椒油呢 吃起来就不香了 两分钟后 再用蜜漏过滤掉里面的花椒粒 剩下碗中的花椒油晾凉备用 接下来 把切好的胡萝卜和芹菜 开水下锅焯水 焯水30秒左右 保持芹菜清脆的口感 焯好水后 再用冷水投凉 这样可以使芹菜和胡萝卜的口感 更加的脆爽 倒在一个大一点的盆子里面 然后再把准备的核桃仁 控水 也倒进来 泡好的花生米 控干汁水后 也倒进盆子里面 调味 加入两勺炸好的花椒油 盐适量 鸡精一小勺 芝麻香油一大勺 然后用手拌匀 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像煮好的煮香花生米 大家是可以一次性多做一些 放冰箱冷藏保存 什么时候吃拿出来 搭配一些配菜也很方便 食用起来清淡爽口 花生米五香味浓 营养又健康 吃一道非常健康养生的凉拌菜 我家每次一做就是一大盆 上桌全家都抢着吃 老人孩子也都很喜欢 如果你也喜欢就收藏 试做吧 同时别忘记点赞 关注留言哦 这里是甜甜美食厨房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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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